今天呢 他们也特别到了市议会呢 去聆听整个一个 这个市议员咨询的一个过程 我们先来看一下 针对这个警方是如何侦办的 四个多月过去了 积极侦办 嫌疑人 涉嫌人有传唤答案过吗 他有答案过吗 跟郁州报告 都指挥官在指挥侦办中 你到现在传唤 传唤对方 尤其那一个沈之凡地震室 诈骗集团最核心的分子 有答案过吗 说明过吗 先问这句话 你说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嘛 有传唤 但有没有答案过 目前还没有 李信元议员说呢 台北市警局到底都在做了些什么 这个案子我们有看到你的动作吗 我们看到从这里整理了 自救会自己整理的 我们第一件到第十五件的案子 我们看到这么多案件当中 目前台北新先生的案子 已经到了地方法院提行事告诉 另外呢在这边 南港陆先生的案子 他呢目前到了市林地检 那么其他的案子呢 都在大同分局 中山分局 大安分局 周正一分局 但绝大部分都在大同分局跟中山分局 我们为什么说警方没有动作 因为来看到这个报案日期 好 刚刚其实议员有提到一个案例 其中的这一位万华臣先生 这个是4月16号他就报案了 后来呢到现在 传唤嫌疑人味道 其他也是传唤味道 然后呢后面还有动作吗 没看到动作了 这已经过四个多月 现在都已经8月9月了 是 所以等于是这整起案件的话 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的话呢 警方有传唤 但是呢传讯相关的人 没有到案 包含了那个沈之凡 沈代书的话 是没有到案的 我问一下有人在这个大同分局 或者是中山分局报案的吗 我们在这里面的案子的 刑牵人的案 一月份就提告 我是3月20就提告 到现在中间只开过一次的侦察庭 现在我们在这段期间 痛苦的煎熬了 大概已经8个月 7、8个月 都得不到任何的这一个消息 这样的状况其实 从头到尾 就除了报案之后 还有人关心过吗 好像没有了 没有 是 到底有没有人在关心这件事情 那我们的政府单位的话呢 是不是处在一个被动的一个角色 包含了我们的地震事务所 坦白跟你讲 你们要开这个会议 结果呢 资料还要我们提供 还要自救会提供 谢谢 因为确实我们从事发 媒体报导以及李议员的这个询问 我们都没有接受到受害者他们的检举 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 我想受害者如果在楼上的话 请主动跟政府机关联系 我们一定查明 局长这个话 大家听不太下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在明天开会的 会议通知书里面的会议说明里面 竟然替沈之帆要脱责 竟然写说 这位沈之帆地震事 地震事啊 在所有的个案里面 只负责签约买卖 并不处理后续的 所有的这些所谓的 这些买卖购物 还有设定的这些问题 什么意思啊 啊 你们就在会议说明里面 替沈之帆想脱责啊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这个意思 请问中南町的事物所 为什么三十多件 不管在哪里办的案子 全部跨所到你这里办 你告诉我为什么啊 议员好 因为地言关系 那个代书是接近我们地震事务所 而且我们中山所是 来来来来来 你第一件就说错话了 你第一件就说错了 这三十多个件 三十多件是 沈之帆去办理了吗 是吗 是他去办理购物的吗 设定抵押的吗 是或不是 是或不是 是沈之帆去办的吗 是或不是 这三十几件全部都位于德行动路 这一家投资开发公司 他们的老板 老婆 员工 跑到你中山地震事务所去办 请问 这有地缘关系吗 所以 正风处 我严重的质疑 我们的中山地震事务所 里面有特定的人士 跟这个集团 有挂钩 便宜行事 好 这一段影片当中 我们看到三件事情 第一个 地震局长说 哎呀 我们没有接到报案啊 我们不知道啊 没有人来跟我们报案 请大家记得哦 要来找我们报案哦 还有请你们提供给我资料哦 这样我就可以处理了哦 好 这是第一件事情 这么被动吗 就算没有自己主动 也知道这件事情了吧 好来 第二件事情 他说 哎 议员质疑 这样的一个会议通知书 这个会议指的是 明天在地震局要召开一个 惩戒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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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通知书上 是不是明白写着 帮沈代书脱罪 在哪里呢 我们看到哦 这个是会议说明号 好来 这个案件因为苹果日报 还有东森财经台的梦想街 全能事务所陆续报导 受害民众之后呢 指控这个 沈信地震事与买方共同诈骗 而没有事先告知大家 这样的情形 查相关 好关键字来了 查相关案件 沈地震事仅负责签约 并未代理办理产权登记 他直接讲了 地震事仅负责签约 没有办理产权登记 好这只是一个 这是一个 这个惩戒委员会的 一个调查的会议 可是调查会议 还没有进行的时候呢 就已经先下了一个定论 说他只负责了签约 没有负责产权的登记 好我问一下这个叶老师 一般地震事的话 只负责到这样子的一个阶段 后面我不管你了 只负责说签约 我到了现场以后呢 我看到你们两方签下了合约 然后就走了 就不干我的事了 是这样子吗 没有错 他这一次他的诈骗集团 他就是布下这样的陷阱嘛 这就是他的布局嘛 他布局就代出只做到签约 后面送件呢 就化整为零 给不相干的很多人 一会是办买方 一会办卖方 一会办的这个是太太 一会办小姐 一会办什么 很多角色 然后分别去送件 那这个问题出现的是什么呢 我想是这样子 如果有一个人走到医院去 我发烧39度 还流口水 然后连续进去好几天 发高烧不退 我就不相信 那个医院不会紧急动员起来 这个有可能是SARS 有可能是什么 立刻要隔离 立刻要做紧急处置 那你这个东西 他一直送件进去 信托 设定 解信托 抵押 设定 再信托 再抵押 再设定 再解除 你不会发现这是一个 哦一哦一的一个讯号吗 然后这里面送了三十几件 你没有感觉 他就是一个诈骗啊 那这种诈骗 你不需要主动来介入 来了解 然后来预防后面人受骗吗 好 小强 如果一般的代数的话 他是只负责说 我呢只负责到签约 我呢也不管你 所谓的买方的权益 或者是卖方的权益吗 那么我的代数的话呢 这所谓的代数 他要负责的是 双方的权利义务的一个保障 还是说我只做到这一个程度 我不管了 一般代数的角色 应该是比较中立的角色 把买卖双方把关 然后把整个流程确保他走完 这样才对的 不是只有签约而已 对啊 这边是讲 因为他们 我那天其实有去访问过科长 科长是说呢 其实那地震室的这个 地震室法当中 他是站得住脚的 可是他怎么在会议通知书上面 就直接跟大家讲说 有 他站住脚了 这就是那个议员在质询的地方 他质疑这个地方 对啊 那我还开会干嘛 还没有开会之前 他是不是已经先定掉了 他是不是已经先定掉了 那么他有没有特别为 他有没有特别为 某一些特定人士来护航 好 另外一个角色里面的话 我们要质疑的就是说 这里面的话呢 有没有像议员所说的 有没有内神通外鬼 那么阵风处是不是 也要去调查一下 这里面的话呢 到底有什么蹊跷的地方 怎么会那么的刚好 来给各位看一下 是 所有办理的事呢 全部呢 都在中山地震事务所 中山地震事务所 是三十几起案件 全部都是在这边吗 全部在中山地震事务所办的 台北市通通在中山地震事务所办的 为什么这么巧 有没有地缘关系 没有地缘关系 因为它里面钩鞋嘛 钩鞋里面嘛 你看我们的案件 案件很多在其他地方的 包括了士林那么远都跑来这里 古亭 大安 松山 建成 这么远的地方 通通都跑到中山地震事务所 来 叶老师一般办件的话 会是这样吗 全部都跑到了一个中山 不管你的房子都在哪里 房子在个别的地方 就整个台北市都来这里了 但我们相信说 那个电脑现在都是通联 就是全部都可以互办 可是怎么会全部都跑到中山 地震事务所来办 那更可笑的 每次到中山办过户 三天就完成了 更快 更快 三天都完 我没有看过这样子 卖房子卖那么久没有看过 他就是有疏失嘛 他作业就是有问题 那个洞就被这些有心人士 已经发现了 发现了之后 我当然一直送啊 因为别的地方送不进去 只有你这里送得进去 所以我当然往这里送啊 那地震呢 我送进去 我现在嘛 过户立刻要做信托 立刻要做抵押 其他的都慢吞吞 中山地震 沒關係 不管你是真的假的也好 到底有没有人安排也好 但是终究大家会往那里送 这里面当然就会有问题 我们就要质疑了 到底是什么问题造成这样子 大家往那里送呢 而且其实上面像第一件 它的大同收件的 然后它的辖区其实是建成 其实建成是离那间 那间地震事务所是较 更近 更近 所以说其实你光讲地缘也不对 因为中山其实比较远 建成其实离 我们这间中华地震事务所 比较近 我还要再質疑一点 就是说 后来这些案子 其实都是买方自己去送件的 那这些各个不认识的买方 又都回到同一个地震事务所 送件 他们也不一定不认识 都是亲戚关系 一下子是 就是说这些买方就是 那个买方都是人头 都亲戚 可是大家都知道说 最后要到中山地震事务所 这也是蛮奇怪 这也是蛮令人迟疑的一个点 蛮奇怪的地方 对 自己送件怎么会选到同一个地方 这一定有 幕后一定有高人指点 人家积极效率比较高 鬼藏在哪 而且还有一点 就是说大家都跑中山 那到底收件的人是谁 可以再继续查下去 说不定收件 也都是某几个人而已喔 你看光我们 结果就帮大家查到这么多了 初审跟副审都会很快 我们查到这么多 其实我们手上有一份 其实有一份 中山地震事务所 出审以及副审的相关的人员 那么明天我们的节目当中 也会特别邀请李庆元 手上所掌握到的资料 我们持续于帮大家来掌握 然后另外我们也会特别邀请 李庆元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来告诉大家 他手上所掌握到的一个犯罪的 一个事证到底是如何 那么今天呢 针对这一起这个 假买房真诈骗的一个事件呢 李庆元呢 在议会当中 特别咨询了柯市长 你听听看 柯市长是怎么说的 我想我们还是要内部 再找他们来问一下 这个是这样的 发生一件两件 这个都不奇怪 本来就会有骗子 可是在同一个地方 发生三十几件 那这个就奇怪了 所以这个就要问说 为什么你们都没有发现吗 还是都没有来抗议 还是承办人是固定 也没有 没有任何系统发现 他有问题 我这个我是觉得蛮诧异的 一般我们就要这样开刀 你说 你说 就是说 就是说会出问题一次都有可能 奇怪老师出问题 为什么那个系统 不会发现说 这个有 也没有人来抗议 也没有人来 来申诉 长官也不知道 这个就有点奇怪 我回去再问问看 怎么一回事 好 三十多起的话 发生在同一个地方的话 那 真的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对 长官也不知道 真的太奇怪了 柯市长呢 在今天听完之后 还骚骚头说 怎么好像 怎么会是这样的事情 然后地震局没有办法掌握 然后警方也没有办法掌握 地震事务所也没有办法掌握 那到底是谁掌握了这些 就后来变成是受害的民众 这就会自己掌握 自己掌握到了 就会把他们的民众 就会有的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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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人身上 就会有的民众 也会有的民众 有的民众 在那边 感谢观看